泰國當局與一個主要穆斯林反叛組織展開首次的和談 另外叛亂分子被指在動蕩的泰國南部地區再次發動致命襲擊 泰國官員說政府週四與民族革命陣線 在馬來西亞首都科倫波進行談判 主要目的是減少暴力和建立商戶的信任 以馬來西亞為根據地的民族革命陣線 即是幾個武裝叛亂組織之一 叛亂活動於九年來 在穆斯林佔人口多數的泰國南部 造成五千多人死亡 泰國全國安全委員會首腦 柏塔立塔布對談判取得長久效果一次樂觀態度